聂明爵拿着坝下蠢蠢欲动 这江氏简直欺人太甚 将藏色夫妇与魏无羡 点滴到如此境地 还将灭门之祸 扣在一个小弟子身上 随后也下令撤回对金氏的援助 所有聂氏弟子全部回归 至于江家 远离即可 金氏发现 兰聂两家援兵撤回 急急传信询问缘由 兰西辰收到传信后 爱与礼貌 倒是回了信道 兰氏弟子元气大伤 何故金宗主应知 倒也不必兰某告知 至于支援 金氏好歹也是一个大家族 总求助不合适吧 聂明爵倒是脾气火爆道 金氏求援信 倒是比你金氏门生都多 不知金氏是没人了吗 金光善得到回信 倒是直接摔了杯子 这兰聂两家 怎么倒是机灵起来了 随着兰聂两家的撤回 金氏上场弟子少得可怜 倒是明显许多 各大家族倒是直接上金氏讨要说法 你金氏加入摄日之争 却只有这么些弟子是何意 金宗主被百家逼得无计可施 只好多派金氏弟子上场 但是金氏弟子向来只是嚣张跋扈 修为倒是弱得可怜 一上场没多久就被灭了 金氏上场弟子除金子宣外都已阵亡 金光善看着越来越少的弟子和越来越多的败迹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 金氏的战绩倒是与江氏的战绩相差无几 接连许多小家族战绩都高于金氏与江氏 虽然百家奋力抵抗 但是终究不敌温氏实力 更何况温若寒还未出关 如若出关 又是何等情景 不少家族倒是打起来退堂鼓 金氏更不用说了 已经准备向金氏献重 江城只能甩着鞭子发泄自身的不满 聂怀桑出关看着聂明觉眼眶湿润道 大哥 怀桑 怀桑能自保了 聂明觉大惊 怀桑将事情始末告知 但是除去流言那段 聂明觉拍着聂怀桑的肩膀道 很好 聂怀桑看着聂明觉道 大哥 我也可以保护你 保护聂家 聂明觉看了看聂怀桑道 好 我们兄弟一起守护聂家 魏无羡醒来后 看着眼前的温情一脉 得知始末后道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 温情 只要你愿意 我就是你姐 魏无羡看着眼前的人 曾经他把莲花物当家 可他错了 不只是因为他姓魏 而是江家的人不能容忍 是啊 谁能容忍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优秀呢 再者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家训 将家人说到底 也是没有想通透 自己顶着故人之子的名头 却过着如同家仆一般的日子 甚至于顿顿子殿 还有一碗让自己不要计较的莲藕排骨汤 可自己凭什么不能计较 又凭什么去承受于子渊的怒火 又想起那日 如果王灵娇没有说监察聊的事 自己的手应该是真的会被砍下来吧 魏无羡 请姐 我与你与温宁结拜 可好 温情 好 温宁 好 公子 三人结为异性兄弟 温情为长姐 魏无羡为二弟 温宁为三弟 蓝忘机时刻注意着传音时 得知魏无羡与温情 温宁结为异性兄弟 也很为他们开心 他不会因为他们姓温 而去迁怒他们 毕竟温情一脉只救人不杀人 蓝忘机看着蓝希臣道 兄长 忘机想去怡陵 蓝希臣 可是因为魏公子 蓝忘机 嗯 蓝希臣 魏公子为何会在怡陵 怡陵可是有乱葬稿 魏公子在那里作甚 蓝忘机 魏英他 蓝希臣看着蓝忘机 难以启齿的模样笑了笑道 罢了 兄长不问了 蓝忘机 忘机告退 随后蓝忘机来到怡陵 魏英的所在地 可他发现 他进不了结界 林若云此时出现了道 蓝二公子 蓝忘机有点诧异 林若云笑笑道 这里是我的地盘 有人触碰 结界我自是会出现 蓝忘机 林姑娘 林若云 来找阿英的事吗 蓝忘机点了点头 林若云 那你可是想清楚了 蓝忘机 魏英他 林若云 蓝二公子 机会是不等人的 我希望下次你进这里的时候 凭借的是我执续的身份 蓝忘机瞬间红了耳垂 林若云 进去吧 蓝忘机 多谢林姑娘 蓝忘机缓缓进去 离着洞口越来越近 可他不知道 见到魏英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魏英曾经失了金丹 如今重修金丹成功 内心想法如何 自己又该如何 才能让他喜欢自己 蓝忘机缓缓进去 魏英早已感知到蓝忘机的到来 他的心里很慌 在他闭关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他喜欢蓝忘机 可 蓝忘机喜欢他吗 蓝忘机跨进洞里 看着眼前活生生的魏无限导 魏英 魏英拿着茶杯 眼神渐渐上移 看着蓝忘机那令人心动的脸蛋 心不自觉地跳动 付菲道 真要命了 随后上前一把抓住蓝忘机 将他往房里拖 温情和温宁面面相去 温怨则是奶呼呼道 献哥哥 温宁 二哥他 温情 看来我们快要办喜事了 温宁 二哥要娶妻 温情看着这傻弟弟摇了摇头 他到底怎么看出 这魏无限是能娶人的 温宁一脸疑惑 温怨则是开心地看着温情道 姑姑 我们要吃好吃的了吗 温情则是抱起奶呼呼的侄子道 是啊 阿怨开心吗 温怨 开心 温宁在一旁傻笑 另一边的魏无限将蓝忘机拽入房中 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 魏无限 蓝战 蓝忘机看着魏英抓着他的手 虽然有些不解 但是还是喊了句 魏英 魏无限 蓝战 你 你看着我 他声音还有点发紧 蓝忘机道 嗯 深吸了一口气 魏无限低声道 我记性是真的很差 我知道 顾苏蓝氏的家规中有一条 抹额非父母妻而不可取 随后魏无限拽下了蓝忘机的抹额道 如今我拽下了你的抹额 蓝战 你可怨 蓝忘机微微睁大了眼 看着魏无限手中的抹额 还有他空荡荡的额头 魏无限看着蓝忘机 手指慢慢缩紧 他也很紧张 他怕蓝战不喜 蓝忘机看着魏无限道 魏英 你 魏无限看着蓝忘机道 我 魏无限 心悦你 蓝忘机声音颤抖道 你此话可当真 魏无限 当然 蓝忘机微微一笑道 我心意然 魏无限扑进蓝忘机怀里道 那 就请蓝二公子以后好好保护我这个柔弱的男子了 蓝忘机 好 魏无限 蓝战 我找到小诗姑了 蓝忘机 恩 魏无限 在我从乱葬岗出来的时候 见到的就是小诗姑 蓝忘机 恩 魏无限见蓝忘机并没有太大反应 想到什么变倒 蓝战 你可是见过我小诗姑 蓝忘机 见过 魏无限 我闭关前有叫小诗姑去看看你的伤势 你肯定是见过的 蓝忘机 魏英 你的金丹 魏无限笑笑道 小诗姑与你说了多少 大概全说了吧 蓝忘机点点头 魏无限靠在蓝战身上道 你知道吗 蓝战 曾经我以为江家是我的家 现在我才知道 其实不是的 无论是紫殿家身 还是祠堂乏贵 还有那自以为是温暖的莲藕排骨汤 还有灭门之祸 与玄武洞救人 被江城称为的英雄病 江家祖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努力地去做到了 可江家又有谁做到了 于夫人总说 我懂了家训 江叔叔又看中我 我就会成为江城最大的威胁 可他不知道的是 江叔叔一直都将江城看作下一任的家主 谁都无法替代 小时候于夫人说我父母亲 我反抗过的 可没有用 换来不过是紫殿的鞭打 还有父母的墓碑 你说我多不孝啊 到现在都没有力 蓝战 你知道吗 我争取过的 不过没用 我刚才会成为一个小小小裂